睡前故事开始了 小鸟学飞 在一个宁静的森林里 住着一只年轻的小鸟 名叫小悠 小悠的爸爸妈妈总是陪伴着她 教她如何在森林里寻找食物 如何躲避猛禽的袭击 但是小悠并不满足于一直依赖父母 她渴望着自己飞翔的自由 于是小悠开始每天都努力练习飞行 尽管一开始摔了很多次 但她从不气馁 每一次都勇敢地重新振齿 慢慢地 小悠的飞行技能越来越娴熟 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独立飞翔在天空中 小悠告诉其他小鸟 只有当你们努力练习 克服困难 你们才能像我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 因为小悠知道 只有独立才能真正享受到生活的美好 通过小鸟小悠的努力和毅力 我们明白了培养独立性格的重要性 独立不仅让我们拥有自由 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小朋友们都记得订阅呀